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即大明天啟七年 后今天从元年五月二十八日 宁远城下又一次炮火连天 杀了松队队 继承韩卫八个月的黄太极 在顺利完成针对朝鲜的军事行动后 亲自率领约六万大军 发动了他执政后对大明帝国的第一次征访 黄太极可能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这一次宁远锦州之战 不但没有吸血老韩王努尔哈赤一年前兵败宁远的池 他自己率领的部队 反而又一次在宁远城下 受到原重换红衣大炮的猛烈轰击 伤亡惨重 一年多时间里 后京韩国军队在两代韩王率领下 在同一块石头上连续绊倒了两侧真是窝囊至极 黄太极痛定思痛 一方面加紧研制自己的红衣大炮 另一方面彻底改弦一辙 完全改变对冥作战的军事战略 在此后十余年时间里 将宁解一线的正面冲创 改为绕道蒙古 从大明帝国极难设防的柔软的侧腹部 指导帝国复兴 从而给大明帝国带来无尽的烦恼 终止轰然倒地 应该说罗尔哈赤算是十分幸运的 因为在他向大明帝国挑战的时候 他和他的敌人都不知道 双方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 实际上是差了整整一个时代 罗尔哈赤和他的战友们 使用的全部是从远古时代 流传下来的刀锚弓箭等等 而大明帝国已经拥有了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近代意义上的枪和炮 罗尔哈赤的幸运之处在于 掌握这些枪炮的是大明帝国军队 否则如果他撞上的是一支 懂得如何正确使用这些火器的政府和军队的话 比如就像西班牙人对付美洲土著那样的话 罗尔哈赤们可能早就死上一百回都不止了 从现有资料判断 西洋枪炮传入我国的时间 最早大概是在大明正德初年 用公元纪念则大约为公元1510年前后 十人称之为弗朗基炮 原因是这种火器由葡萄牙人传入 当时中国人称呼葡萄牙人为弗朗基 不久荷兰人又带来了红衣大炮 当时广东福建一带沿海民间 称呼荷兰人为红毛帆 写成文言为之红衣 他们使用的大炮就很自然地被叫成红衣大炮 后来中国从澳门进口了一批葡萄牙人制造的这种大炮 被皇帝赤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鲁大将军 披红挂绿宣誓于人 就被北方民间亲热地误称为红衣大炮 在袁崇焕之前 偌大的一个中国似乎只有三四个人 曾经很认真地对待过这种将要改变整个世界的武器 这些人是七纪光 徐光启和他的学生孙元化的 《练兵十纪》是七纪光著名的军事著作 其中他相当详尽地研究了那些当时最为重要的枪炮火器 这些枪炮火器在后来的世代里 给中国人带来了无尽的屈辱和烦恼 而透过七纪光的这些研究 我们大体上可以窥见这位长盛将军 面对这些先进武器时也曾经有过的无穷烦恼 比如由于帝国君臣特殊的良好自我感觉 和一言难尽的管理制度 致使这些先进武器的制造过程 时常处于一种随心所欲的状态当中 制成品在材料使用 枪身长短 口径大小 枪管薄厚 内壁光滑与否等等技术指标上 没有统一的标准 基本上是各行其事 比如说在选用材料的时候 没有统一的质量要求 来自各省的材料是好是坏 由验收的官员决定 如果这位官员觉得好 从地方上卸运东西来的人 就可以顺利交差 如果这位官员认为不好 来人的麻烦可就大了 他的损失可能是多方面的 从金钱 时间到政绩 仕途 就这样 大家心照不宣 东西好坏是次要的 只要能够搞定这位官员 将东西顺利入库之后 大家就都是好东西 从而万事大吉 再比如 制作过程大体上是由每一位工匠自己掌握 他看得差不多就行了 决定性的因素大概是要根据这位工匠工作时的情形来决定 比如他心情好还是不好 工作时候正巧想认真做点事 或者刚好没有心情做事 这样的一些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到上述的技术指标等等 再比如 制成品的验收入库是由专门的太监机构来负责 它的运作原理和前面谈到的材料选用大体上是一样的 只是这里面需要搞定的人由政府官员变成了宦官和太监 就这样 这种杀人利器在实战应用时的效果就大成疑问 最显著的后果就是使用这种武器的士兵 不知道这玩意儿什么时候会在自己的手中爆炸 有记载说为了对付努尔哈赤 天启皇帝在位时曾经郑重其事的督促有关部门 仿照西洋的样式制造了一批枪炮 这批枪炮制作成功以后 曾经专门举行过一次宪宝典礼向皇帝报喜 并且在皇帝面前表演这些枪炮的威力 谁也没有想到当时为了保证一次试射成功 千挑万选出来的枪 在天启皇帝兴志勃勃的注视之下 轰然爆炸在那位射击的战士手中 那位士兵伸到前面脱枪伸的手 立即被炸飞到了天上 一时间血肉模糊 徐光启是大明帝国晚期名臣 我国历史上有数的几位大科学家之一 大名鼎鼎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旺 就是由他推荐给崇祖皇帝并从而进入中国历史的 天启皇帝在位时 徐光启官居礼部侍郎 崇祖皇帝继位后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其职权大体相当于今天监管宗教教育 外交外贸工作的内阁副首相 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上 徐光启发挥过重大影响 同时他极力主张引进西洋枪炮 并大力吸收发展制 为此他和他的学生孙元化多方奔走 以便推动最新技术的引进 他曾经令人黯然神伤地谈到过 由于时常受到工匠们的欺瞒 致使有关部门督造的枪炮经常炸糖 事故发生时每每伤害极惨 使之变成让人闻而色变的危险物件 同一时期还有更加让人悲伤的记载 在帝国官场的侵诈搅斗中 有人将制作试验这些火器 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地气 为了加害政敌 而故意制造或留下隐患 在试枪试炮时 引发枪糖或者炮糖爆炸 从而有效地将官场上的勾心斗角 转化为虽然不知道敌人之所在 却无比英狠地真正看得到的硝烟 和充满血腥气息的战争 在徐光启和他的学生孙元化等 一干人的坚持努力下 帝国终于通过澳门的葡萄牙人 正式引进了第一批西洋人制造的枪炮 结果在外籍军事人员试射时 发生炮糖爆炸 当场将帝国聘请的外国军事教官 和庶民助手炸死 导致帝国决策层中 对于是否引进这些武器装备和技术 发生激烈争论 好在这种争论没有得出愚蠢的结论 于是又先后两批引进这种大炮 而第一批一起进口后 试射炸糖鱼下来的大炮 则由皇帝赤锋为 安国全军平辽靖鲁大将军 然后全部被孙元化督运到了宁远 在袁崇焕的手中 于著名的宁远保卫战中 发挥正常且威力巨大 后来一直有人认为 那门试射时炸了糖的大炮 根本就是因为讨厌天主教 和徐光启的政敌做了手脚 就这样 引进了一百多年的一种先进武器和技术 竟然在帝国制度下 被运作成了这副模样 在这个悲惨的过程中 我们也就完全可以明白 在一种开始时无需礼遇 后来无法礼遇 最后变得无可礼遇的制度之下 把喜事办成伤事 就这样成了一种常态 而如何将伤事化成喜事 也就自然成了帝国官员们 所必备的技艺与才能 上述情形在七级光的时代 已经是普遍现象 到原从换时 几十年过去了 似乎没有什么改变 不止一种史料 包括《七级光》的著作中 都有记载说 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些枪炮 会不会炸糖 和在什么时候炸糖 因此使用他们的士兵们 就只好尽可能地 离那玩意儿远一点 比如说本来应该双手把那只枪托举在胸前 瞄准之后射击 如今为了减少危险 只好用一只手抓住离枪膛尽可能远的部位 然后扭过身子 将枪朝后远远地伸出去射击 至于是打到天上还是落到地下 已经无法顾及 这些早期冲枪只能单发 临战阵时填成弹药是个麻烦 因此典型的西洋战法是 枪手排成方阵 第一排采用弱姿射击 第二排为贵子 第三排为利子 射击后迅速与后排战士交换位置 退到后面填装弹药 如此轮番射击形成密集的杀伤活动 与此时代相差拟击的西班牙殖民者 就是用这种战法杀进了南非维护 可能是因为帝国本武 自我感觉过好 似乎从来没有成建制 成系统地引进过这些 在零星引进这些武器时 也没有同时引进与之配套的军事领队 于是这些武器 与诸葛八卦镇砸楼起来 自然成了一团乱马 结果本来是对付骑兵最好的力气 如今却变得还不如烧火棍 因为一排枪放完后 大家乱糟糟地填出弹钥匙 旋风般的骑兵 已经把马刀挥舞到枪手头顶上了 那时这些冲枪就真的没有烧火棍顺手了 七级光的伟大在于 它经过苦心钻研之后 居然设计出来了和西洋战法 相差无几的战术 而且和可以作为屏障的战车 结合起来之后 威力大增 简直就成了蒙古骑兵的天敌和克星 事实上 七级光的研究 训练和实战心得 已然成为我国后冷兵器时代 近代最先进的军事与战术思想 除了安达封共之外 这可能是七级光坐镇纪门16年 蒙古骑兵从不来犯 并转到去了辽东的重要原因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不是制度因素作怪 中国人实在不需要在西洋人面前 为自己在器械制造和战争方面的智力 感到惭愧 中国人事实上最需要检讨和惭愧的 恰恰是那个一到关键时刻 就要出来捣乱的制度 平心而论 在此方面 中国人大约很难为自己的智慧 感到骄傲 因此 七级光始终没有能够解决 枪炮质量问题 这已经是帝国制度层面的问题了 远非一个七级光或者张居正 所能解决得了 而更加令人痛苦万壮 从而只能扼腕叹息的是 公元1583年 也就是大明万历十一年 努尔哈赤以所谓十三副一家起兵 同时 因为清算张居正的缘故 张居正的亲密战友和部下 七级光被调离祭门 冷处里边缘化到了广东 公元1587年 也就是大明万历十五年 努尔哈赤在长白山脚下的偏僻小镇 费阿拉称王 同时 七级光在郁郁寡欢中 默默无闻地死在岭南 在后来将近四十年岁月里 当努尔哈赤先是持弓藏剑 后是率领八旗铁骑横行天下的时候 七级光在祭门练兵当中 证明对付骑兵最为行之有效的 这些战术思想 却在他的祖国被废弃和遗忘了 原因是这个国家的皇帝不喜欢七级光和张居正 殷人费言与殷言费人 是这个国家政治文化中的两大传统 除了皇家的权力和威严 这个政治文化体系 不认为还有什么其他东西是值得珍视的 就这样 七级光死后没有几天 在诺大的大明帝国里 很快就没有几个人知道 将屏障 火炮和冲枪组织起来以后 经过训练是可以有效的把骑兵大兵团打趴下的 大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从沙尔虎之战开始 明军在每次战役中都携带并且使用过枪炮 火器 但是似乎并没有给努尔哈赤造成过什么困扰 而努尔哈赤在沙尔虎大战中曾经搅和过大批火炮和冲枪 好像也没有给他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 或者他说不定还很奇怪 不明白大明军队 千里迢迢地带着这些笨重家伙是什么意思 于是双方也就自然而然的 谁都没有意识到彼此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有确切的证据表明 明军将士显然没有认为 在武器装备上 自己比尚处于冷兵器时代的对手 是领先了整整一个时代的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袁崇焕的出现 袁崇焕是否直接受益于大科学家徐光启 我们不得而知 但他肯定受到了徐光启的学生 孙元化的极大影响 当年袁崇焕坚持帝国防守应该在宁远 而不是在山海关时 就得到过孙元化的鼎立支持 后来在孙成宗经营辽东期间 孙元化与袁崇焕都是孙成宗的部下 他们差不多是一个级别的干部 孙元化专门负责 各个军事要塞包括宁远炮台的建设 宁远枪手和炮手的组织训练 与他都有密切关系 后来这两个人的命运很相像 辽东巡抚袁崇焕 惨死在崇祯皇帝的手中 两年后 登来巡抚孙元化 也是在没有特别充分理由的情况下 被崇祯皇帝杀死 随着孙元化的冤死 他的老师徐光启也在第二年黯然离世 师生二人始至编练一支近代化新军的理想 以随风而逝 否则我国编练现代化新军的历史 可能会在袁世凯小战练兵之时 至少向前推二百七八十年 但不管怎样 他们活在世上时 确实曾经在宁远保卫战中 充分发挥了西洋枪炮的威力 令努尔哈赤吃了一次不小的苦头 袁崇焕对于胜利的总结则大体只有六个字 凭兼成 用大炮 这六个字表明 袁崇焕已经与七纪光之军事思想心有灵犀了 只要向前再走一步 他就尽得七纪光思想之精髓 到那时两军在野战中相遇 八旗铁骑如秋风扫落叶般 横扫大明朝军队的情形 将一去不复返 情势可能会变得如七纪光在世时 对付盟主骑兵一样 凭借屏障的保护 大明帝国军队将八旗骑兵 变成了大炮和冲枪的移动靶子 可惜命运没有给袁崇焕 留出足够的空间与时间 这一年 在后京韩国悲喜参万龙时 他的属于大明帝国那儿 也发生了许多让人一惊一乍 一喜一忧 从而令历史无法忘怀的故事 宁愿城头的大炮 在令后京韩国一片愁云惨物的同时 也给大明帝国带来了多年未有过的欢乐 毕竟开战八年以来 这是大明帝国第一次在战场上 而不是在皇帝诏书文书报告中获得的胜利 本来当努尔哈赤倾全国之兵禁逼宁远城时 帝国朝野内外 除了袁崇焕和宁远城里的一伙人之外 几乎没有人相信宁远城能够守得住 兵部尚书为此召集紧急御前军事会议 讨论宁远战守局势 讨论结果是既无善策亦无对策 只能听天由命 辽东精略高地和总兵 拥重兵于山海关上摇摇观望 不敢出关门一步前去持援 就在举国上下黄黄然不知道该做点什么事 宁远前线却突如其来的传来捷报 一时间举朝举国大喜过望 袁崇焕被立即着升一级为右检督御史 辽东巡抚加兵部右侍郎 这个职位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中央监察部部长助理 兼国防部副部长兼任东北局第一负责人 进时成为举国主幕的中流顶住 高地和那位佣兵官上的总兵则被彻职查办 至此时情况似乎很好 而其实并不太好 甚至很不好 原因是此时的魏忠贤已经完全掌控了帝国权力中枢 前一年魏忠贤的助手们已经干掉了特别著名的几位东林名臣 如杨莲 左光斗等酿成史称六君子案的著名政治谋杀案 如今就在袁崇焕激战于宁远城头的硝烟还未完全散尽 同样著名的七君子案已经拉开虚拟 并在苏州 长州激起大规模民变 魏忠贤甚至一度准备在上述二地大开杀劲 进入三月份以后 开始对宁远保卫战的有工人员实行封赏 袁崇焕官升一级 任命巡抚辽东山海 据说这场战役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 是因为魏忠贤运筹帷幄 调度有方所指 又因为他是太监 帝国制度中没有偌大的官职和爵位可以赏赐 所以他的一个侄子被封为肃宁伯 此后一路封赏到努尔哈赤死皇太极继位的八九月间 魏忠贤的这位侄子已经由伯爵进为侯爵 又进为宁国公爵 累计共进九级 魏忠贤本人则进绝约上宫 当年八月 就在努尔哈赤死去的同时 大明帝国浙江巡抚 请求中央政府 鉴于魏忠贤对浙江人民的深恩厚德无法报答 因此请求允许当地人民出钱出力 在杭州为魏忠贤修建生祠 意思就是在这个去了世的东西尚且在世时 为他修活人纪念堂 以资感念恩德并祈福 这个请求立即得到批准 皇帝还亲自为这座魏忠贤纪念祠堂赐名曰 普德祠 该祠堂坐落于西子湖畔 位于关帝庙和岳飞祠中间 据说这是一座壮丽无比的纪念堂 于这么个被淹过的破玩意儿比邻而居 而且还得让他位居中间之上位 不知那位英雄仪式的关公和岳武墓 在天之灵会作何感想 此后为魏忠贤建生祠立牌坊 蔚然成风 春风般吹遍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的祖国各地 就连袁崇焕 据说都要在众人的劝说下 挤出本来就不宽裕的军费 准备在英雄的宁远城和锦州城里 为那个还活着的去了世的太监 各建一座纪念祠堂 从上述情形中 人们大体可以知道 帝国制度能够培育出什么样的政治怪胎 帝国官场和知识分子们 能够无耻的程度 也大体应该知道 当这个国家的精英分子们 普遍呈现的是这样一种面貌时 在生机勃勃的后金国面前 这个国家是否还应该有更好的命运 当年五月大明帝国首都 还发生了一件汉人听闻的事件 这件事在历史上不算大 在当时却绝对重大 以至于直到今天 还被人们称之为 世界三大爆炸之谜中的一个 这就是完工厂大爆炸 这次爆炸发生在公元1626年 也就是大明天启六年 五月初六日四十 就是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之间 当时已经是中夏时节的北京城 天气应该有些热了 突然从京城东北方到西南角 涌起了大团灰黑色的气体 并且响起了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 随后整个北京城暗无天日 白昼如夜 王工厂的一带地方 房屋倒塌了一万多间 男女死亡三千多人 炸起来的破衣烂山 一直飘到了西山上面 当天夜里 北京和附近周县还发生过地震 这是一次 至今无法解释清楚的爆炸 当时被人们看成是 灾祸降临之前的天象市井 一时间朝野上下 京城内外之人心大浮动 之后不久 八月份 陕西发生了一次农民暴动 这是一次很小的暴动 当时也没有什么人拿它当回事 没有任何人知道 这个时刻 距离掀起淹没帝国的滔天巨浪 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 距离李志诚成为闯将 还有不到三年时间 距离张献忠自称八大王 还有不到四年时间 不过 稍微敏感一点的人们 应该在皇帝过于热心的钻研木工手艺 太监拥有过于庞大的政治权利 是大夫们过于失去廉耻感上 感受到历次亡国之前 都会冲刺在空气当中的不祥气息 这个时候如果还有什么人能够优柔岁月 全无惶惶不安的感觉的话 大约只有两种可能 或者是眼前的日子实在太过于美好 或者就是天性真的很迟钝 天下大乱就在眼前 哪怕是白痴 哪怕是弱智 都应该决出一定有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而且问题还不小 这个时候 黄太极继承的后金局势同样糟糕 挪尔哈赤多年推行的越来越严厉的种族歧视政策 也在这个时刻显示出了日益严重的恶果 辽东汉人此起彼伏的暴动 驻扎在朝鲜境内的明军毛文龙部队的不断骚扰 加上大面积的自然灾害 后金韩国雪上加霜 祸不单行 后世有研究者甚至这样认为 认为这个时候的后金韩国远比大明帝国危险 一个措止不当 分崩离析之事就将会立即到来 公元1626年 即大明天启六年 后金韩国天命11年9月7日 皇太极继位之后的第七天 元重焕派来的代表团到了沈阳 以前大明帝国将后金国视为叛律 除了征伐之外 连知彼知己方能够百战百胜的常识 都忘到了脑后 致使任何与后金国互通音讯的举动 都变得充满难以预测的凶险后果 手术两端已经不仅仅是可笑 如今那元重焕竟然派来了一个 三十四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 据说是前来调宴老韩王的死 并祝贺新韩王继位 皇太极当然知道 元重焕不是来上乡 而是来弃老和尚的 于是针锋相对 你不是想来收集我的军政情报 摸我的底吗 好 我热情款待 慷慨大方 好吃好喝 好招待 让他们每个人都嘴巴光光 肚而圆圆 足足吃了一个多月 玩了一个多月 让他们参加自己的大军凯旋仪式 参观自己的军容之盛 赏赐给这代表团的头头 一封骆驼 五匹马 二十八只羊 临走 还派人携带丰厚礼品 前去回访元重焕 由此 彼此其实都已经很清楚 情史和过去大不相同 双方都不是那么好惹的 从此以后 各怀鬼胎地开始了和平谈判 他们彼此都知道 对方是在拿自己开涮 却又都一本正经地 把游戏玩得跟真的一样 原因对于这二位一模一样 他们两人都实在太需要时间了 黄太极需要稳住元重焕 好腾出手来 去收拾那个一直冷冷地 站在自己后面的朝鲜 前有强敌 片刻不敢松懈 后面又总是被人不怀好意地 盯着后脑勺 这样的感觉实在太糟 黄太极已经忍无可忍 元重焕则需要赶快在单薄的宁远城外 把蒙古人还回来的大陵河 小陵河 锦州 杏山 连山 主要塞真正变成城堡 变成具有纵深和层次的防御体系 只要互为机脚 结成相互呼应的网状体系 元重焕就真的不怕这个黄太极了 他们两个虽然不能完全知道 对方想干什么 但他们各自都争取到了 自己想要的时间 也都做完了各自要做的事情 就在这种情形之下 黄太极和元重焕才一拍即合 开始了充满尔虞我诈的和平谈判 由于双方各怀鬼胎 所以黄太极在接待元重焕的使团时 表现得特别热情 史书记载说 大明使团吊焰时 后金韩国筑备了接扣手卸掉 并且盛行款待 同样 当后金韩国的答谢使团 来到宁远的时候 元重焕也表现得煞有皆是 史书记载说 后金韩国使节 在元重焕面前极为公顺 就像昔日入供受赏时一样 行三步一扣手之礼 跪拜如意之后 再口呼老大人 跪成书杂 整个情形很容易让人误以为 是被打服了前来低头认错的属仪 黄太极需要的是时间 元重焕需要的同样也是时间 于是以来书行文不合规范的名义 把这个使节打发走了 第二次使节来访时 元重焕又以语言称呼不合规矩的说辞 把来使又一次打发回去 在此期间 黄太极已经完成了所有进军朝鲜的准备工作 并且开始大举进攻 而元重焕迅速出兵恢复了对锦州 大灵河 小灵河和右屯这四座城池的控制 并且加紧施工抢修上述四座城池被毁掉的城坊公事和设施 不久朝鲜国王和铸朝明军毛文龙所部双双告急求援 朝廷命令元重焕出兵救援 元重焕派水师往援毛文龙 并且派遣朱梅等九位将官率领军队九千来到了三叉河 也就是今天辽宁省盘山县西南边境县上 虚张声势 以为牵制 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投入战斗 不久之后朝鲜臣服 这支部队就撤回了原地 就这样 帝国朝臣猛烈抨击元重焕 连存亡此寒的道理都不顾 做事朝鲜和毛文龙遭受攻击 元重焕上书抗辩 清楚地表达了他利用和谈之机 抢修锦州 大灵河 幼屯 小灵河 四城的战略规划 元重焕表示说 这些城池的修筑是必须的 只能趁后经国攻打朝鲜的机会完成这项工作 这样即便他们发现了我们的意图 只要这三座城池修建完毕 那个时候的战手就远在沙海关之外四百里了 这样沙海关就是金汤故意 实事求是的说 我们很难在将近四百年后的今天 评说元重焕这个做法的利弊得失 比如说元重焕缺少战略头脑和大局意识 导致大明帝国在后经韩国侧后裔 失去了朝鲜这个极端重要的钳制力量 和最坚强的盟友 这的确没有错 可能也真的是事实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 从元重焕的视角看过去的话 想法可能就会有所不同 这个时候元重焕手中可以直接指挥的 沙海关外的军队大概有六万人左右 黄太极派去进攻朝鲜的部队为三万人 后来陆续增援的部队大约有一万五千人 留守在沈阳周围的部队将近十万人 就算是元重焕想打一次抗击元朝战争 他是否有这个实力 实在是大成疑问 他需要投鼠忌器的地方太多太多 比如魏忠贤掌控之下的中央政府 能在多大程度上给予他支持 他接手不到一年的六万部队 能否对抗黄太极的十万铁骑 平坚程用大炮打败了努尔哈赤 如果他远离坚程和八七骑兵野外作战 是否能行 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摆在元重焕面前 此时此刻的大明帝国 已经从上到下都失去了从容调度 指挥若定的风采 用不了多久 我们就会看到元重焕就是有心杀贼 他也无力回天了 公元1627年 即大明天启七年 后经韩国天聪元年三四月间 出师朝鲜的大军凯旋之后 在沈阳举行的盛大庆功宴会上 黄太极方才得到情报 直到在对付朝鲜期间 元重焕修成祝宝 屯肯自己 选将练兵的计划进行的卓有成效 显然质不在小 事实上 元重焕所做的一切 已经对后金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于是黄太极很快决定 趁明军在陵锦地区立足未稳 立即准备出兵 扫荡明军新进抢修的大小陵河 右臀和锦州 消除这一威胁 然后再去宁远 为老努尔哈赤报一件之仇 就这样 从去年九月至今 元重焕利用和谈 总共为自己争取到了半年左右时间 而在这来之不易的半年里 帝国朝局已经又有变动 如今的魏忠贤 已经从千岁进到九千岁 已经进到九千九百岁了 帝国整级观点中 他已经有了不止一个肝儿 那些有幸能够见到他的帝国官员们 有人开始在他面前 行三拜五叩首之礼 这是仅次于朝建皇帝时的大礼 这时的元重焕 可能自我感觉太好了 毕竟几个月以前 他还被视为帝国东北部的晴天一柱 而受到帝国官场和全国人民的景仰 他还不知道 几个月之后的今天 全国人民已经在帝国官场的带领下 将这经费从城房设施中抽调到那个太监的纪念堂上去 于是魏忠贤和朝堂中的官员们陆续开始不耐烦对他假以辞色 在他们看来 天下国家是什么 除了自己手里的权力 其他的鸟都不是 什么国家注食 什么有盖世之才 且以天下为己任的国事 只要不顺从他们 一切根本就是扯淡 就在一切还没有来得及发作时 皇太极的兵马又一次逼到了元重患的面前 没有人能够想到 命锦之战将成为皇太极戎马生涯中指挥的最为窝囊的一次军事行动 公元1627年即大明天启七年 后经韩国天聪元年5月6日 皇太极写朝鲜战役得胜之诗 与沈阳世事出征渡过辽河直播辽西 5月11日 皇太极挥军完成了对锦州的合围之事 为了围典大圆 皇太极派遣一支部队越过锦州向西逼近应远 然后皇太极像以往努尔哈赤作战时一样 将一大批俘获的百姓和官兵驱赶到锦州城下 里面夹杂着准备混进城里去理应外合的部队 总计约两千多人 谁知锦州首城将士坚决不开城门 令皇太极的计划落空 皇太极只好派人对守城主将赵帅教实行诱降 没有结果 于是从西北两方向向锦州发起猛攻 史书记载说 在明军炮的史实之下 发起将士伤亡慎重 然冒死冲击 坚不退却 并一度几乎攻破城西北角 战斗从晨时即早晨七八点开始一直持续到午时即晚上七八点 战斗结束后 锦州城下堆积着许多厚金人尸体损失相当严重 当夜这些尸体被他们的战友们拖到明军修城时的砖摇礼物化 皇太极则将部队后撤五里安营 并派人连夜赶回沈阳调取援兵 第二天八旗兵显然是被大炮炸怕了 远远的还城而起 却不敢靠近城市 皇太极连续三次派遣使者 试图劝说守城将领放弃抵抗 明军守将赵帅教站在城头回答说 城可以攻但不可以游顺 根本不让皇太极的使者进城 皇太极希望制造战机 引诱明军出城野战 明军不为所动 按照袁崇焕凭奸城用大炮一侧 坚守不出 搞得皇太极极度郁闷又毫无办法 就这样连续半个月 皇太极在锦州城下无计可施 5月27日 皇太极留下部分移兵继续围攻锦州 自己率军转攻宁远 当时袁崇焕已经派出水师和陆军 准备迟远锦州 在背后夹击后金军队 见到后金军后 援兵退回宁远城下 收缩在城外护城豪倩的保护圈内 布置战车炮火 皇太极见此情形 感到羞残 连凯远中 也认为民军队成太近 不适合硬攻 皇太极喊道 去年黄考攻不下宁远 今天我又打不下锦州 现在要是连野战都不能打 我们拉齐还有什么军队 随好怒吼着 命身边的禁卫军冲锋 史书记在说 各大小贝勒见此情形 感到凶惨 连铠甲都来不及踢挂 便跟在后面 向物园城下急持冲击 这回黄开极臭尽说句 原重换的大炮设置 在两千里开外 明军则是在复城豪里面列阵 距离都在一千里之内 大腿在炮火射程的 有效保护下 黄开极都塞大军一冲 恰好全部冲进了 那些红尼大炮的覆盖范围之内 结果运远城上城下的大炮 力气轰鸣 八旗军又一次遭遇了猛烈轰击 以至于八大贝勒之一的 吉尔哈朗戴善的儿子 那位曾和月托一道 八旗推举黄太极继承寒魅的 撒哈连等高级将领深受重伤 高级将领战死或者受伤 一见诸实测 就连黄太极的龙旗和御用帷幄 都被大炮炸碎 八旗军队再一次在宁远城下遭遇重挫 至此之际宁远城下的明军趁势杀出 两军战成一团 这是辽东战事开打十年以来 明军第一次堂堂正正地与后金军展开野战 双方激烈厮杀到傍晚方才收兵 据说除在大炮下伤亡者之外 视次野战双方互有死伤约略相当 当天夜里 黄太极接到锦州方向军报 锦州城里的明军突然出城袭击后金军营 黄太极随撤军 重新围困锦州 每天以万名骑兵环城巡刑 断绝出入 夜晚则举火雷鼓彻夜呐喊 以其动摇城中军民之意志 6月4日 黄太极亲自督战 对锦州再次发起攻坚 经过一日激战 实在看不出任何掌握的可能 就此黄太极幸幸然退兵 发回沈阳 宁锦之战从5月6日开始 到6月5日结束 前后正好一个月时间 期间大战四次 小战无数 明军坚持凭奸程用大炮一侧 导致后京韩国军队遭受严重伤亡 堂皇24史之一的明史 是在乾隆年间最终完成的 当时在乾隆皇帝主导之下 正是文字域最为严酷 社会最为黑暗的时代 文字工作者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全家参遭杀害 有一种说法 在撰写诺尔哈赤 一败于宁远 黄太极再败于宁锦这两段历史的时候 当时史学工作者所遵循的原则是 完全避免不良不敬不公不渝的字句 于是真实的资料大多遭到淹没或阉割 而在袁崇焕传里却保留下了大截的字眼 总算给后代的阅读者们留下了不小的想象空间 在战场上 袁崇焕肯定取得了无庸置疑的胜利 不过在官场上 他可就步履为奸了 捷报频传之后 帝国朝野的反响 似乎大不同于宁远保卫战之后 不但没有那个时候热烈 反而不断传来冷言冷语 一些帝国监察官员坚持认为 假如不是因为袁崇焕部下的几元大将 死战不退 英勇顽强 很有可能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胜利了 作为辽西战场的最高统帅 袁崇焕不但无功 而且不无危罪 比如敌人败退 而不知乘胜进击 再比如黄太极攻锦州 宁远不克 返回去再攻锦州时 袁崇焕不肯率兵前去救援 表明他已经目气深重 没有了气壮伤和林敌必胜的豪情壮志等等 这些指责概念微妙应用常识 不太容易理解其中的逻辑 比如为什么说一场战争打胜了 胜利一方的前提最高统帅 却是有罪的等等 必须使用我国官场特殊的解读技巧 并且对事件的整体背景全面把握 才能够明白其中的奥妙 后来的许多研究者们倾向于认为 这些官员是在代表9900岁魏宗贤和万岁天启皇帝 向袁崇焕发出不满和警告 比如天启皇帝起初对于袁崇焕总是要和黄太极和谈 并没有表现出特殊的反感 到后来开始频频指责袁崇焕 他说袁崇焕轻率前始异和 动出非常忙无时效等等 袁崇焕目气南谷物意之志 表明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非议袁崇焕 目气深重这个词是帝国官场 批评与自我批评时的一句常用术语 一般用来指责别人或者自己已经不堪造就 用今天的概念理解就是鞠躬自傲 革命意志衰退不思进取 该退居二线 以养天年回家玩去等等意思 随后七八月间 京师举行了盛大的庆功活动 京城内外由于命紧战功 受到升迁赏赐的人多达数百人 许多和这场大战毫无关系的人 受到官升数级的奖励 其中魏忠贤的一个侄子 累积之下竟然连升九级 袁崇焕及其战友们仅仅加贤一级 以至于魏忠贤的一个名叫贺维华的同事 都有些看不过去 提出把自己受到的奖励转给袁崇焕 天启皇帝斥责道 袁崇焕一和这件事所悟不小 我不惩处他已经不错了 你少在这卖好 史书记载说 经过同事们的点拨和苦劝 刚列如袁崇焕幻然悔悟 上书中央政府 挤出本来就不肯宽裕的军费 在英雄的宁远城和锦州城里 为那个去了世的太监建纪念池塘 即便如此 袁崇焕受到的指责 也并不比以前更少 从这个地方 袁崇焕知道自己 已经不能渐容于那位九千岁了 于是再上书请求辞职 回想养病 几天以后 他的请求被批准 于是当年七月初二日 这位给我军马前梁 我一个人就能守住国门 独卧孤悬三海关外 二百里之孤城的慷慨男儿 心情黯淡地离开了 那座英雄的城市 那座由于有了他 而富有了传奇色彩的城市 可以想见 此番回乡 乡亲邻里退伍老兵们 大约要听他 康慨激昂的畅谈 赛商故事 纵论边关风云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